虽然不是正规的啦 但是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那第二个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我希望能够旁边增加两个按钮 按下去之后呢 我们前面讲过 我希望能够先把那个公式丢到这边来 然后呢自动帮我怎么样 自动帮我把里面的结果给显示出来 但是我们丢的话 因为这边会跨工作表比较复杂 VBA的程式比较难写 所以我们就丢公式好了 丢公式还记得吧 丢公式的方式的话呢 一样在开发人员里面 我们先Visual Basic 然后呢记得哦 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呢 假设我已经开了两个档案 这个档案跟这个 所以你Visual Basic里面呢 一样会有两个专案 所以记得呢 你写程式不是说 你看到module你就把程式写在这边 你会发现写在别人那边 你记得哦 不是写在这边 应该是写在那个 就是这个教师研习统计表的这个地方 按右键 把它插入一个模组 记得哦 因为我们如果要写在我们这个档案里面 记得要写在这个模组 再来的话呢 我们如果说希望怎么样 插入一个程序的时候 不过你会发现哦 这个时候插入程序 假如我这边的名称哦 叫做教师研习统计好了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给他一个名称 教师研习 实 统计 OK 那一样是一个sub 然后呢 另外有一个是清除好了 那前面讲过 你可以怎么做呢 一定是跑一个回圈 那前面 讲过就是for i 第几列呢 等于 等于第二列到它的最下面列 但你可以用什么 从range向下追踪 比如说从a2好了 a2向下追踪的话 那点and 前刮符 然后向下 sldown 点ro 抓到它的列 然后next 那做什么呢 把公式丢到它对应的这个储存格 那我们对应的储存格呢 是c栏 所以打一个sales 刮符的哪一列 所以先是列 第i列 哪一栏呢 第c栏 里面等于什么呢 先打一个双引号 还记得吧 这边打错了 对对 这个 这个我打了 多一个双引号 那再来就是把公式贴到这边来 当然这个其实就清除了 所以你可以干脆把它C 贴到底下 这边也许叫做实书清除好了 那再来的话就是把公式贴到这边来 修改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就是如果说它的列会变动 那你就改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它如果有双引号 你就要把它改成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第一个还是先需要把这个取消掉 我先把密码加上去 第二个的话呢 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复制 贴到我们的VBA的后面这边 不过记得先取消掉 不然游标放不过去 先在这里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呢 再来先确定第一个问题 有没有双引号 里面好像似乎刚好没有双引号 所以没有双引号就不用改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 我要知道哪一个是I 所以你游标可以放这个往下点 你会发现喔 会有两个地方变动了 哪两个地方呢 这个B 有没有后面这一个 后面这一个 它会变动的话 那就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I就可以了 有没有 2双3双4 有没有 那其实基本上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后面的 这个这个B 后面这一个 这个东西呢 改成I 那我讲过呢 改I的方式就是 双引号双引号 移到中间 and and 移到中间 再加一个I就可以了 然后呢 在and前后呢 加上空白 然后呢 做一个之后呢 如果有另外一个的话 再把这个双引号到双引号之间复制 贴到刚刚这个2就可以了 其实会变动的吧 那它会2 3 4 5 6一直往下 那你就直接把它贴上 这样就搞定了 程式写完了 应该没有问题啦 那我们来诺诺看 O不OK 当然呢 我们 可以再做两个按钮啦 不过 我把按钮先加一下 按钮还记得吧 开发人员里面 插入 表单控制这样的按钮 把它拉一下 然后呢 我第一个是 教室研席统计嘛 然后把这个加上去 因为这些 有些其实 前面都有做过啦 所以 我是建议这些 一定要非常的熟练 因为呢 这个方式如果你熟练的话 那以后你只要 想要产生什么按钮 就其实非常快 把它Ctrl C 一下 把这边再改一下 接上 宽度不够 拉一下 这样按一下 清除 统计 OK了 有没有 所以以后你后面资料 如果变动的话 前面按一下就好了 清除 其实还蛮实用的 可是呢 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教育 再把它保护 刚刚是取消 对不对 现在呢 如果你把它加回去的话 那因为不能改 可是VBA能不能改呢 按一下就知道 清除 马上怎么样 出现错误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范围 一样是不能更动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要丢一个空置钻到这边 它一样卡住了 所以 接下来等一下呢 我们就要来讲就是 如何 把VBA本来不能的 变成可以 那这个也是之前同学遇到的问题 因为它为了写VBA 它如果不会动态的去掉那个密码 跟动态的加上密码 这个叙述的话 它变成它就是不能加保护了 不然它VBA就不能执行 所以如果说它要加这两个动作 该怎么做 这个我想等一下 我们再来看好了 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 只是说 这个保护跟不保护部分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一下 就是